美國前駐玻利維亞大使羅查 被揭發擔任古巴政府的間諜 時間將近四十年 1號在聯邦調查局的犯情報調查行動當中 被逮捕 面臨了刑事控訴 4號首次出庭 古巴共產政權竟然在美國政府內 安插了間諜 步步高升到大使的地位 潛伏時間長達四十年 七十三歲的美國前駐玻利維亞大使羅查 哥倫比亞出生 規劃美國在紐約市的工人家庭長大 獲得耶魯哈佛等大學文科學位 一九八一年加入外交工作 當了二十多年外交官 外派拉丁美洲多個國家 包括美國駐古巴利益代表處 後來成為玻利維亞大使 還在國安會除人要職 但整個外交官生涯 他效忠的一直是古巴政府 聯邦調查局去年接過線報 對羅查起了疑心 安排卧底探員 喬裝古巴特務跟他接觸 在邁阿密見面三次 法庭文件指出 羅查自己在談話裡說 為古巴政府工作超過四十年 不斷把美國稱為敵人 吹噓我們的工作完美 有如漫官全力打 還說自己最優先的任務 就是確保卡斯出政權 美國政府聲明表示 羅查的政府職位使他能夠接觸到 精密訊息以及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能力 面臨非法充當外國政府代理人 使用虛假陳述獲得美國護照等罪名 控訴目前還在評估 羅查數十年間諜活動 對國安造成的長期影響 美聯社報導 4號第一次出庭時 羅查戴著手銬坐著哭泣 公視新聞是會中民意